今天我们来介绍奶香芝麻小饼干的做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小零食奶香芝麻小饼干 不加一滴油 酥酥脆脆的 奶香味十足 超好吃 一口一个 好吃到停不下来 喜欢的小伙伴快做给宝宝吃吧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准备所有食材 碗里打入两个蛋黄 一个全蛋 加入30克白砂糖 打蛋器中高速进行打发 打发到蛋液滴落下来不容易消失的状态即可 加入15克奶粉 加入80克糕点粉或低筋粉 翻拌至无干粉状态 加入熟黑芝麻 翻拌均匀 将翻拌好的面糊倒入裱花袋中 末端剪开一个小口 烤盘上铺油纸 挤出尽量大小均匀的小圆形 烤箱提前150度 预热5分钟 将烤盘放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中层 烤12分钟左右 烤至边缘 稍微发焦黄就可以了 小饼干变胖了 烤好出炉 香甜酥脆的小饼干 健康小零食 技巧 饼干出炉后需放凉才酥脆 吃不完密封保存 否则容易稀巢变软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